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议员彤仲彦金,11日,凌晨20-30分左右,独自驾车在基隆市光滑隧道出口自撞路边轿车,警员赶到替他酒侧后,赫然发现他的酒侧值为0.52毫克,随即将他带回派出所并以违反公共危险罪闲送办。 不过佟仲彦在基隆地检署接受真讯后,有个神秘女子现身相伴,两人关系令人好奇。 综合媒体报道,佟仲彦在撞车后表示,她是因为路不熟,从隧道出来就不小心去撞到,而自己在台北大概有喝二瓶啤酒,要去基隆找朋友时出了意外。 在佟仲彦接受真讯时,有名神秘女子在基隆地检署外叫了计程车,现场有人好奇询问是否和佟仲彦有关。 女子表示自己不认识她,但佟仲彦从地检署出来后,却和这名神秘女子一起搭车离开,对于女子的身份始终笑而不达。